看著可愛的新生命誕生都是爸媽最開心的事 不過根據2019年國建署統計 體重低於2500克的過輕兒及早產兒都有一成左右 表示每10名新生兒就有一名有早產及體重過輕的問題 生產如果是自然產的話 過程中有一些產中的一些損傷或是外傷 比如說腦內出血等等 或是肺部成熟發育不好 出來的話比較容易需要一些呼吸器的治療 幾年以上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比如說學習能力或是有些落後都有可能 高齡產婦是新生兒早產體重過輕的風險因子 台灣高齡產婦從2010年的17.47% 2019年就飆升到30.94% 醫師提醒高齡孕婦必須要更積極進行產檢 比如說唐室證像24週之前 把唐室證做一些基因檢測 可能要抽羊水 寶寶中間可能沒有規則 比如說一個禮拜會大個150到200克 可能中間停滯 那就每個禮拜要照一下超音波 要跟媽媽說每天要注意自己的態度 有沒有比前幾天少 國健署今年也將優先針對極低體重1500公克以下的過輕早產兒 預計招募三到五家事辦醫院進行居家照護計劃 讓衛教師走入家庭提供育兒建議借助每一位巴掌天使 及早發現讓早療盡早介入 就更能讓孩子健康成長 大家新聞宣傳李健寬台北報導